1月22號 著名的蒙特卡洛汽車拉力賽進入第二天 原本就很崎嶇的賽道 加上陰冷潮濕的天氣 讓車手們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蒙特卡洛汽車拉力賽有著110年的歷史 是世界拉力錦標賽的首場分戰賽 與去年相比 2021年的蒙特卡洛拉力賽 更改了近85%的賽道路線 比賽主辦方稱 今年的賽事比以往都更加驚心動魄 可不是嗎 第二天的比賽在法國境內的阿爾卑斯附近 道路崎嶇 灣道頗多 而且由於天氣潮濕寒冷 積雪賽道上布滿了薄冰 光聽著輪胎和地面摩擦發出的聲音 就讓人覺得揪心 從車載攝像頭中可以看到 賽車手們都高度緊張 不斷根據路況做出調整 但一不小心還是會出現意外 在第一天的比賽中 多次獲得世界拉力錦標賽冠軍的賽車手 來自法國的阿爾及 處於領先地位 然而在第二天的比賽中 他的賽車在過彎道時 因為地面太滑打轉 造成爆胎 以落後7.4秒的成績排在第二名 來自英國的賽車手伊文斯則借機反超 在第二天的比賽中位列第一 不過 距離比賽結束還有兩天 最終誰會奪得冠軍還是未知數 讓我們拭目以待 再加倍